主料,榴莲揉200克,面粉200克,辅量,黄油2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面粉加水和成面团,加入黄油揉成瘦软面团,醒一会,把面团揉成杖条,切成小段,用擀面杖擀成圆形,放上捣碎的榴莲,用叉子把边上按紧,依次做好,放入烤箱上下火, 200度烤20分钟,点上上海即可出炉,烹饪技巧,加明心得,一,榴莲肉捣碎即可,我没有用料理机,有丝丝的过肉才好吃,二我没有放糖,熟透的榴莲很甜,不需要放糖,毕竟要低糖低油吗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